耶利米书第37章 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凡亚去见先知耶利米,说 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 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,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 那围困耶路撒冷的迦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,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,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由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,你们要如此对他说 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,必回埃及本国去 迦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,并要攻取用火焚烧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自欺说,迦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,因为他们必不离开 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迦勒底全军,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迦勒底的军队,因怕法老的军队拔营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,耶利米就砸在民中出离耶路撒冷,要往汴亚敏地去,在那里得自己的地业 他到了汴亚敏门那里,有守门官名叫伊利亚,是哈纳尼亚的孙子,是利米亚的儿子 他就拿住先知耶利米,说 你是投降迦勒底人啊 耶利米说 你这是谎话,我并不是投降迦勒底人 伊利亚不听他的话,就拿住他,借到首领那里 首领恼怒耶利米就打了他,将他求在文氏约拿丹的房屋中,因为他们以这房屋当作监牢 耶利米来到狱中进入牢房,在那里求了多日 西里家王打发人提出他来,在自己的宫内私下问他说 从耶和华有什么话临到没有? 耶利米说 有 又说 你必交在巴比龙王手中 耶利米又对西里家王说 我在什么世上得罪你,或你的臣仆,或者百姓,你竟将我囚在监里呢 对你们预言巴比龙王必不来攻击你们,和这地的先知,现今在哪里呢? 主,主我的王啊,求你现在垂听,准我在你面前的恳求,不要使我回到文氏约拿丹的房屋中,免得我死在那里 于是西里家王下令,他们就把耶利米交在护卫兵的院中,每天从饼铺街取一个饼给他,直到城中的饼用尽了 这样,耶利米仍在护卫兵的院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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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